毕业新鲜人史上最佳求职时机 那为什么呢 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 九成以上的中小企业会选择用新鲜人 来作为他们招募的重点对象 而且七成以上的企业并不会以学历 或是毕业的学校作为招募的考量 也就是说可能不会特别要求要国立毕业的 那还有近八成的企业 他们其实更重视求职者的经历 还有一些软性的能力跟专业能力 也就是说除了学历之外 他们更加看重求职者 他们有哪一些专业 所以新鲜人在面试的时候 到底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 其实像是这个企业的实习 还有产学合作经验 以及专业的技能有哪一些征兆 还有英语的能力好不好 其实都很重要 那至于软实力的方面 包括了解变化适应力 还有学习力跟沟通表达能力强的求职者 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就业压力越来越高 那企业当然会希望避免员工的流动率很高 所以如果这个有这些特质的新鲜人 其实在辨识中就很加分 可以提升工作的录取几率 不过也要提醒这个观众朋友 那你要想要录取呢 这个履历表也很重要 要怎么写才能不NG 有求职网就进行的一些调查 像资方对新鲜人履历最不满意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个人的基本资料不完整 是有多达65.2%的资方 其实不太喜欢的 还有没有付照片有53.8% 以及没有付自赚是49.1% 还有说你是应征不同圈 但你都是同一份的履历 就连你的应征项目也都没有改 是占47.9% 最后就是履历的内容夸大不实 有29.1%的企业不喜欢 所以刚毕业的同学在应征工作 要给履历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注意了